也就是阴面先开始把它染好 染的时候注意叶子尽量躲着点 这样呢不压上叶子的墨线 就容易把石头表现在后边 暗面染的时候容易把它体积体现出来 石头的变化就是阴阳腰突 所以你先抓也就是阴面 阴面画好也就是阳面自然亮出来了 这些地方还是用淡的主标 平图就行了 有些地方要隔开像花和叶子尽量不压上 有些地方特别是碎的地方要注意尽量掏着点来 像这些地方就一下子把它铺开 再小的碎空补充一下 这样基本就可以了 朋友们 蓝花今天就要讲到这里 整体蓝在四军寺当中占了一个重要位置 古人讲喜气写蓝 说明在画蓝的时候 心情要是成一种最佳状态 心态很平和 心里边很愉悦 所以画出花